邓爱击退江伯月,江维想一鼓作气拿下敌道城,没想到中了人家邓爱的记忆了,他举目这么一看,或,满山遍野,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,我怎么就没听张义将军的解劝呢,果然人家有准备,王兴的援军到了,这仗不能再打了。 江维立刻传令,让夏侯瓦和张义把后队变成全队,自己亲自断后,率领人马是撤回汉中,到了汉中才明白,上当了,曹魏没有那么多的人马,不过呀,是邓爱安排的,把些军校藏在山奥里,光是敲鼓, 名号,吓唬人,嗨,江维有点后悔,但是已经回来了,回来这事也不能完呢,不能完,想着怎么办呢,还得罚中原,江维有和文武在一块,记忆了一番呢,江维,人马撤回汉中去, 狄道成的王兴,四门大开,迎接邓爱陈泰入城,白酒接风,是一番感谢,陈泰这首亲自上表,表奏皇帝曹毛, 让皇帝曹毛啊,封赏邓爱,这个人啊,这本事可太大了,是我为国不可多得的人才,曹毛传旨啊,说是曹毛传旨,实际就是司马昭, 家风邓爱,为安息将军,让邓爱和陈泰,统领雍良一带,有邓爱在这后,这一带就算是太平了,司马昭也比较放心了, 司马昭为什么把邓爱给调到这边来,本来邓爱是眼周刺史啊, 因为司马昭啊,这些日子是一点时间也没有,感情这个曹魏朝中是相当紧张, 司马昭脱不开山,他不敢离开洛阳,怎么那么紧张呢? 司马昭死了以后,司马昭不是领了大将军贤陆尚书士吗? 要说,他这个威风权势可不小了,但是司马昭心里明白啊,自己根基不牢啊,权势并不那么巩固, 有好多反对他的人,司马昭不可不防啊,果然,正当王经上表, 说是将为北伐中原,请发救兵,也就在这同时,镇守两怀的高平偶诸葛弹反了, 司马昭哪能离得开洛阳啊? 这诸葛弹呢,就是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的一个足地, 原来啊,这人一直就在曹魏这儿,他们是哥仨,诸葛亮,诸葛锦,诸葛弹,诸葛锦在江东,诸葛亮在西蜀, 这位诸葛弹在曹魏这儿,怎么始终没提他呢? 因为这个曹魏啊,一直也没重用这诸葛弹,就因为他哥哥是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, 为了这层关系,所以这诸葛弹呢,受了不少的窝囊气, 后来诸葛亮也死了,可以说曹魏也发了心了, 这才把这位诸葛弹给提不起来,让他镇守两怀,败他为高平偶, 你还别说,诸葛一门呢,还净是好样的, 别看诸葛弹,始终没受重用, 一旦受重用之后,他还真是忠心耿耿,福宝曹魏, 他对这个司马父子啊,早有不满之心, 诸葛弹看出来了,这个司马父子早晚要窜逆,取而代之啊, 所以诸葛弹呢,心里都很不高兴, 司马一死了,后来司马师也死了, 朝中一切大权都落在司马昭的手里, 这个司马昭比他父兄都厉害, 不单是代剑上殿,剑军不败, 皇帝曹毛啊,剑他就哆嗦, 有时候啊,让司马昭本的皇帝给吓得一个劲儿的掉眼泪, 诸葛弹一听, 哎呀,这他哪受得了啊, 自己是个耿耿忠臣啊, 当时他就反了, 尽其两怀人马联合江东的孙称, 他要辅佐曹毛, 为国出奸, 把司马昭斩了, 这冲上打呀, 司马昭哪能分得开身呢, 他呀, 拽着皇帝曹毛一起出征, 大败了江东的孙称, 随后收了两怀, 哎,司马昭呢, 把诸葛弹满门都给斩了, 可惜这一代中粮啊, 也算是为国捐躯了, 你想这司马昭他怎么能腾得出功夫来, 来帮助这王精俱江维啊, 所以说这个曹魏朝中很乱, 其实啊, 曹魏这乱还不算, 江东比曹魏还乱, 那是怎么回事啊, 孙称这不是接到诸葛弹的这封书信了吗, 说是请他助一臂之力, 哎, 曹魏要为国出奸, 除去司马昭, 孙称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啊, 我借水行舟, 帮着你诸葛弹, 调民发罪, 把这司马昭给除了, 然后啊, 我就坐在洛阳那儿不走了, 孙称想得挺好, 没想到跟司马昭这一接战呢, 他是伤兵损将, 这孙称呢, 大败而回, 败回江东之后, 本来满朝文武啊, 以及当时江东的皇帝孙亮, 谁也没敢说什么, 也没敢问他说你怎么打败了, 知道孙称这个人相当残忍啊, 他杀人如麻, 害死了无数的忠良, 谁也不敢惹他呀, 孙称在朝中啊, 可以说是横行霸道啊, 随时这样啊, 他还不满意了, 大伙越不严一样, 孙称脸上还挂不住了, 哦, 这也是等于修造啊呀, 这孙称把皇帝孙亮给贬了, 立孙秀为帝, 这孙秀是谁啊, 就是原来东吴主孙权的第六个儿子, 他让孙秀当了皇帝, 这皇帝孙秀啊,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, 他知道孙称的为人, 所以他再三的推辞, 后来实在推辞不了了, 面南北北, 哎, 这孙秀登基了, 孙秀也知道, 自己啊, 是个傀儡皇帝, 什么事都得听孙称的, 所以啊, 孙秀一般也不露面, 有时候啊, 他很难过呀, 难过什么呀, 这样的皇帝当个什么劲啊, 有人就给他出主意, 说万岁你可以呀, 跟一些老臣, 把这事情商议商议, 商议什么呢, 就是给皇帝孙秀出主意, 让他把这孙称给除了, 孙秀一听, 这可得严守秘秘啊, 要让孙称知道就不得了了, 孙秀看了一看, 吴国朝中老臣还有谁呀, 就把老将军丁凤给找了, 可真称得起是老将军了, 八九十岁了, 别看那么大岁数了, 精力还很充沛, 对吴国还是一片担心的, 老丁凤啊, 称得起是江东无事老臣了, 从孙间到孙策, 孙权孙亮孙修, 你瞧瞧, 还哪找这么一位老将去, 所以孙修呢, 吊着眼泪就把自己的想法, 跟丁凤说了, 丁凤怎么一听气得直哆嗦啊, 陛下, 您不必忧虑, 老臣自有除贼之策, 不就除这逆贼孙称吗, 您就把他交给我吧, 不过您可得听我的, 皇帝孙修怎么一听, 当然我得听老将军的了, 你让寡人我怎么做呀, 丁凤啊, 给皇帝孙修出了个主意, 说您呐, 宴请孙臣一次, 就说他这人功劳太大了, 为了沟通沟通君臣的情谊, 您呐, 白酒款待款待他, 我就在这酒席宴上, 把他除了就得了, 孙秀按着老丁凤说的, 真就在朝中设摆下了酒宴, 把这孙臣给请来了, 这孙臣呢, 他骄横惯了, 他也不想别的, 他认为现在江东, 没他, 根本不行, 他是大权在握, 那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头攥着呢, 他怕谁啊, 大的方方就来了, 孙臣到这儿来刚坐下, 丁凤在外边就进来, 大喊一声是凤兆讨贼, 手起见落, 就把孙臣给斩了, 老丁凤老了老了的, 还为国立了功, 不单是为东吴立功了, 也算是给那位诸葛克报了仇了, 孙臣传旨啊, 传旨干什么呀, 给诸葛克恢复名誉, 按现在的话来说, 就算是给他平反了, 孙秀是重赏老将军丁凤啊, 然后写一封书信, 送给成都, 给成都写信干嘛, 得告诉刘禅一声啊, 孙刘两家联盟嘛, 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消息报个信, 孙秀啊, 也有意请刘禅出兵, 如果你要派兵北伐的话, 我就接应你, 咱们是两气加工, 甭管花费多大的代价, 能取下中原是再好不过了, 孙秀就把这使臣打死走了, 过了显日的使臣有打, 成都回来了, 孙秀把他找来一问, 说是你把信送到了, 这使臣赶快回禀, 我送到了, 我来问你, 成都现在怎么样啊, 使臣听得这会儿一皱眉笔下, 近日来呀, 成都皇帝刘禅, 身旁有中常氏皇号, 刘禅是重用皇号, 皇号在朝中独断专行, 皇帝流产, 沉于酒色, 根本不理朝政, 现在这个成都很不像样, 我仔细看了看, 西蜀满朝文武都惧怕这皇号, 好多人哪, 都依附着皇号, 我这一看是入其瞅, 不闻直言, 惊奇, 民有菜色呀, 陛下, 古人说, 燕雀处堂, 不知大厦之江坟, 那燕子跟小麻雀, 还在这大楼楼檐下边这会儿垒窝呢, 他不知道这大楼就要着火了, 陛下, 所以这封书信我也没敢交, 唯恐把这信交上去, 也得落在皇号的手里, 看来西川很难顾及出兵乏味的事情, 唉, 孙修听着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, 你说的这番话, 句句是真吗? 陛下, 我绝不敢在您跟前车谎, 哦, 如此看来, 若是诸葛武侯在世, 西川, 何至如此啊? 啊, 中赏了这个使臣, 把他打发下去了, 随后孙修, 又修了一份国书, 叫人送往成都, 咱们也得跟刘禅说明啊, 说现在司马昭啊, 有篡逆之心, 他要篡位啊, 篡了位之后, 他必然来打我江东, 孙刘两家不是联盟之好吗? 那么你西蜀呢, 是不是显示显示威风? 也就是说最好能出处兵, 你我彼此呢, 应该都有一个准备, 这国书啊, 还真送到刘禅的面前去了, 刘禅这么一瞧, 这交个我没有用啊, 这么着吧, 把这国书啊, 送到汉中, 送给大将军江维, 让他看着办去的了, 你瞧这皇帝, 现在刘禅顾不了这些了, 他都玩得疯了心了, 所以, 把这孙修这国书给送到汉中了, 江维一见倒是挺高兴啊, 哎呦, 这机会难得呀, 这么说, 现在曹魏那儿, 内政很乱啊, 这是个千载难逞的好机会, 感觉这江维啊, 时刻都想进兵北伐, 他压根就没服, 哎, 每天每日, 他都在盘算北伐中原, 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, 你别看上次敌道成那儿, 中了邓爱的记忆了, 江维把人马领回来了, 即使是这样, 他也没服气, 一有台阶, 一有机会, 江维就要出兵, 现在一看, 孙修给通来这么一个好消息, 太难得了, 他马上上表流禅, 我要罚位, 那流禅呢, 哎, 看见江维这表, 二话没说, 你不要罚位吗, 你就罚去吧, 你把他罚了, 更好, 我玩的地方就更宽丑了, 你要罚不了他呀, 哎, 你再在汉中那守着, 我这儿也挺美, 刘禅他也没什么打算, 只要有这黄浩陪着他吃喝玩乐, 他就很知足了, 那么作为江维, 要举兵北伐中原, 这么大的事情, 他哪能不告诉皇帝一声, 所以恭恭敬敬上了一份表彰, 刘禅当即就答应了, 传下诏书, 告诉江维可以按他的想法行事, 江维立刻声仗义势啊, 把文臣武将都请来了, 商量了什么事儿呢, 江维问大家, 说我几次出兵, 北伐中原, 觉得走的这个路线还可以, 行动也不算不迅猛, 够快的呀, 上次逃袭一战, 打到敌道城下, 行动不慢, 但是都不算那么理想, 都不算十分顺利, 那么这次我们出兵, 看看应该走哪儿好呢, 江维的话刚说完, 夏侯霸站起来, 伯月将军, 我看哪, 最后咱们还是兵出齐山, 齐山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, 那会儿的路, 不单是好走, 而且路程还很近, 这个近呢, 就是相对而言啊, 算是比较近吧, 所以当年丞相诸葛亮六出齐山, 这条道呢, 已经都给我们踩平了, 同时, 在齐山一带, 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, 齐山一带, 黎民百姓, 对西蜀军校都非常有好感, 因为丞相在那儿囤过田, 当地的百姓啊, 都很想念西蜀军, 咱们到那儿呢, 不用费多的事情, 即便是运粮困难, 一时不凑手, 当地也能筹划出些粮草来, 所以我说呀, 博约将军, 我们还是兵出齐山为上, 哎, 姜薇呀, 还笑点头, 他看着夏侯霸, 心想夏侯霸这番话, 是郑重我义, 实际, 姜薇已经打定了这个主意了, 那干嘛他还要问, 做主帅的呢, 监听则明啊, 多听听大家的高见, 哎, 再衡量衡量自己这个主见, 怎么样, 现在呢, 以夏侯霸为首的好多武将都同意, 还是得走当年丞相出齐山这条老路, 姜薇一听, 那咱们就兵出齐山了, 他当时就传令, 亲统精兵二十万, 让廖化张义为先锋, 王涵蒋兵为左军, 蒋书傅前为右军, 派胡继, 总和后, 将为自己和夏侯霸总领中军, 人马浩浩荡荡杀出汉中, 就奔中原沙来了, 快到齐山了, 由探马来报, 说是曹魏安西大将军邓爱, 已经在齐山闸下了大寨, 呀, 将为这么一听, 暗自吃了一惊啊, 哦, 邓爱已经在齐山闸寨了, 哎哟, 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啊, 难道说邓爱已经猜中了, 这次我北伐必定兵出齐山, 他怎么会抢到我前面来呢, 来我来看, 他催马到阵前, 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, 哟, 将为倒吸口冷气啊, 怎么回事啊, 他看邓爱这个寨炸得太漂亮, 炸这样的营寨, 除去我家丞相诸葛亮, 我还没见到有第二个武将能炸出这样的大寨, 这个邓爱啊, 了不起啊, 他按叫着自己的名字, 对邓爱交战绝不可掉以轻心, 不能有丝毫马虎大意之处啊, 将为一看人家竟然在齐山把寨扎下, 那我扎哪儿去啊, 哎, 将为看了一看, 他笑了, 只见在谷口前啊, 这儿有一片空旷之地, 好大的地方, 足可以扎下一二十万人亡, 将为一瞧, 哦, 这地方不错啊, 那我就把寨扎在这儿吧, 他让蒋斌和王涵在左寨, 让蒋叔和傅谦在右寨, 自己呢, 把大寨扎在正中, 扎寨之后, 将为带着武将换了衣服, 带些小校, 骑着马, 由大寨出来了, 众武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 心说伯约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, 只见将为啊, 领着这些人, 由东往南走, 由南往北转, 由北往西转, 这转了这么一个大圈, 大家一看, 这儿消火神呢, 不对啊, 那么将军在这儿学们什么呀, 谁也不好意思问呢, 将为也不跟大家说什么, 正转着呢, 小校来报, 将军, 您看, 在远处, 那土圆山头上, 有人在偷看咱们, 是吗? 将为把马勒住回过头来这么一看, 只见在远处里呀, 有那么二三十人, 正在往这边窥探, 将为一看, 呵呵呵呵, 夏侯爸愣了, 伯约将军, 您笑什么, 你看见没有, 邓爱正在偷看我们, 是吗? 夏侯爸吓了一跳, 哦, 那小磋头人里都有邓爱啊, 是不是伯约将军, 吓唬我们呀, 将为摆了摆手, 不要多说了, 咱们赶快回营, 他不是在偷看咱们吗, 咱也不在这转悠了, 让他看去了, 将为把人带回来, 带回到大帐, 他立刻把廖话, 蒋宾, 蒋叔, 傅前, 王涵, 张义, 重将权找到跟前, 秘密嘱咐了一番, 说今天晚上, 你们各守迎寨, 要格外小心, 防备敌军, 从天上来, 从地下来, 大伙也不敢饿, 心说伯约将军喝酒了, 说曹卫军可以从天上来, 从地下来, 那能来得了吗, 将为看出来, 大家不要笑, 我说这从天上来, 是敌军居高临下, 不过这一带我都看了, 没有什么抖壁悬崖, 他想由上往下杀呀, 杀不了, 可是严防敌军从地底下来呀, 你们今天晚上, 不但人不能卸甲, 马不能离安, 而且多准备, 标枪手, 就是缩标啊, 把缩标准备好, 只要见敌军由地下往上这么一拱, 你们就像扎蛤蟆一样, 把他给我扎了, 不得为悟啊, 同时将为吩咐, 多准备公奴守守住中军, 暗令行事, 把这些人就派下去了, 那么刚才江维在查看地形的时候, 看远处源头, 有那么二三十人是邓爱吗, 还真是, 邓爱早已经预料到, 说是江维如果要是再出汉中北伐的话, 他必走他家丞相, 原来出奇山之路, 你看看, 斗志嘛, 所以啊, 邓爱带着人马, 就把这地形给占了, 占这之后, 他特意流出来了谷口前, 这一片空地, 他要不流出这块地方呢, 江维还真没地方炸营去, 等江维刚把营寨炸下, 探马一爆, 邓爱就化了妆了, 带着他的亲随军校出来, 他要看看江维这个寨炸的怎么样, 邓爱站在远处源头这么一看, 他冷笑了一声, 周围的人没明白不知道将军笑什么, 将军, 您因何发笑, 我笑江维已经落入了我的圈套, 今夜我亮江不约插翅难逃啊, 生秦将为, 旧赛今朝, 回应, 你瞧, 这个嘎巴溜溜脆劲, 看来这是把握十足啊, 稳操胜券, 当即就派将, 派两元将, 分头各领五百角子军, 等到天一黑, 你们就从挖好了的地道穿过去, 直通敌军左右两寨, 正好在他打仗的后边, 一鼓作气, 杀上地面, 出其不意, 迅雷不减而啊, 将为左右两寨守将, 当即就得救心, 我亲自带领精兵三万公取中军啊, 今天晚上, 江不约休想再回汉中了, 这些军校立刻是按令行事啊, 感情在江维没来之前啊, 人家邓爱早就把这地道全都挖好了, 和纵横交错, 四通八达啊, 由邓爱奇山大寨这儿, 一直挖到江维的脚下, 这么说得了, 谷口啊, 江维发现的这片开阔地啊, 那就是人家邓爱给他留出来的, 要不怎么邓爱这么大的把握呢? 天交定更了, 邓爱亲自率领三路人马由大寨里边杀出来, 呼拉的一下, 这山大网就张开了, 邓爱心想江不约, 今夜一战你休想再回汉中。